我們看Vis Sandy 他說現在有一個 這個長高是0.4公尺 寬是0.3公尺的均質物體 靜置在這個平板上 這個物體跟這個斜面 跟這個斜面的近摩塞修是0.1 那我現在將這個角度慢慢加大 那到底是先滑下還是先勤達 我們來算讓它滑下的最小角度 讓它滑下的最小角度我們叫靜置角 靜置角滿足這個式子 攝帶S叫靜置角 這等於μS 所以這是等於1 2分 也就是說你要讓它滑下的 那個最小角度 必須是1 2分 但是你要讓它傾倒的時候 這個重心 必須要越過千存線 也就是說 當你什麼呢 當你這個Sita 大過這個5的時候 它就傾倒 就是Sita Sita大於等於多少呢 5的時候就傾倒 那我就知道呢 天真 就是說 你Sita大於等於SitaS 這個是滑下 Sita大於等於SitaS 這是天真的樣子 那你Sita大於5的話 就是傾倒 這個TenCita 這等於多少呢 等於那個 TenCita大於等於多少呢 或者是說 我們知道這個TenCita等於多少 TenCita大於等於多少呢 TenCita大於等於多少呢 是等於0.3 除以0.4 所以這是 TenCita大於等於4分之3 4分之3 這等於4分之3 也就是說呢 那這個角度哪個比較大 這個角度跟這個角度哪個比較大 這個角度比較大 也就是說呢 它達到這個角度以後 再來達到這個角度嘛 所以它會先滑翔 往這個角度比較小 往這個角度比較小 當它達到這個角度以後 它就滑翔 它要達到這個角度 才會傾倒 所以就先滑翔 所以就先滑翔 你就去適合 然後再把它拿進去 好 真的